這個可以說是我第一個學會做的日本食物 讀書的時候就混合一條日本女孩 帶了她去我家煮這個給她吃 這女孩最終都混合不到我太急了 那就沒辦法了,現在就煮給老婆吃 我們首先要做些Dashy Stock 我們要一包這些Dashy粉 將它倒入一個容器 一包就可以開到大概400毫升 我們加點熱水,把它放在一旁 好了,切東西了,我們就要一個洋蔥,切條 要一條,切碎它 這個是三葉芹,也就是日本番茜 這個食物比普通番茜苦一點 如果找不到這個,也可以用普通番茜 把它剁開幾塊就可以了,再把它放在一旁 到雞肉了,我們就要兩塊去皮雞上腿 把它切成大大塊就可以了 好了,完成了,我們要一個小小的小餅 我們首先要調整醬汁 分別有80毫升的Dashy Stock 一湯匙的味淋 一湯匙的萬字醬油 還有兩茶匙的砂糖 我們就可以開個中小火拌勻它 先把鏡頭放近一點 現在你見到煙開始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放些雞 還有些洋蔥 我們就可以保持中小火 慢慢煮熟 大概五分鐘左右 這個話題就一定要今天講 因為阿仙奴昨晚又再輸給拜仁茂尼克 1比5 兩回合就2比10出局了 我今天就不是說開條片想笑咎阿仙奴 因為我看到馮小姐的苦法 我也不是很忍心笑咎它 想有些東西拿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自從上星期阿仙奴輸給利物浦3比1的時候 我和馮小姐都有討論過這件事 今天就想拿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阿雲家阿仙奴的領隊 是否時候要離開呢 雲家在阿仙奴20年 他做過的事都不用多說了 其實三次聯賽冠軍 幾個FA級 又Double 又Invincible 但是對上的10年 可以說是停滯不前 還可以說是一年比一年悲觀 每年都是歐聯收貨 又買人又買得不好 每次都是買幼稚 經常遣遣 他們是贏過一兩次FA級 社區盾 但是對阿仙奴一隊這麼大的球會 這些球員來說 很難失碎 而且對上一兩季 你開始看到阿仙奴的球迷 他們開始有些意見分歧 這件事絕對是沒有怎麼看過的 即是阿仙奴班人 會吵架對球 如果他們踢得不好的話 但是一提到大方向 他們一向都很團結 在對上一兩年就開始來了 我自己就覺得 雲家也是時候要離開了 即是你看到他十年前 在球場上的義氣風法 和這個廢格遜摩連盧 在互吊、互疾 到今時今日 整隻廢人坐在球場上 什麼都做不到 可能只是時而世易 即是自己那套 今時今日都用不到 畢竟都二十年了 可能阿仙奴都應該是時候 要領謀高就 去駕對新球 或者去退休 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人生 他始終都會是阿仙奴和英超史上 其中一個最優秀的領隊 這件事沒得說了 再說 其實阿仙奴今時今日這樣 就不是說只是雲家錯了 球員和球員都有很大的責任 球場上一條人有八個 好像Justin Bieber 掛著撥頭髮 摸鬚 擺姿勢 都不算是踢球 最慘是領導層 好像完全沒有ambition 這樣才慘 年年第四 開心了 總之出線到歐聯就收貨 那怎麼可以的 對這隊這麼大的球會 所以如果說三齊時 季美酒 一點都不出奇 對球 所以說這一刻 阿仙奴的狀況 就是全層的 不只是雲家一個人 是整體的 那我就不知道 你們這群球迷又怎樣看呢 即是阿仙奴今時今日這個景況 在下面留言 我們繼續煮食 那現在的雞差不多熟了 我們就可以加蔥 和三葉筋 打多隻雞蛋 輕輕打幾下就可以了 不用太行 倒下去 那就全家產了 老母和兒子 要煮多久呢 大概三十秒左右 讓那些蛋白開始熟 開始瘋了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像馮小姐 不太喜歡吃生蛋 可以煮多二十多三十秒 再熟一點也可以 煮到差不多這樣 我們就可以收檔了 把它倒進一碗熱飯上面 這裡讓我快快手 做馮小姐的份 先試一下 一個親子蛋 Oyako蛋 就是這樣 是否非常容易做呢 留學生也可以做 用來混合日本妹 祝你好運 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在上面 一些紫菜絲 或者七味粉 都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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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